第26章 寻找 结束 没有任何人说任何一句话 轰击的回声一波波传到外面各个房间 渐渐变成越来越小而模糊不清的隆隆声 而回声在完全消逝前还来得及掩盖备胎的手冲 掉落地板的声响 压制马巨波 高亢的惨叫 并且淹没独伦 含糊的怒吼 接着是好一阵子凝重的死忌 备胎的头低垂下来 灯光照不到他的脸 却将半空中一滴泪珠映得闪闪生辉 自从长大之后 北太从来没有哭过 独伦的肌肉拼命抽搐 几乎就要爆裂 他却没有放松的意思 他觉得咬紧的牙齿似乎再也不会张开 马巨波的脸庞则一片死灰 像是一副毫无生气的假面具 独伦终于从紧咬着的牙关中 应挤出一阵寒昏的声音 原来 原来你已经是罗的女人 她 她征服了你 备胎抬起头 决着嘴 发出一阵痛苦的狂笑 我 我 是罗的女人 这 这太讽刺了 她勉强露出一丝微笑 并将头发向后甩 哎 渐渐的 她的声音 恢复了正常 或者说 接近正常 冬伦的 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我可以说了 我还能活多久 自己也不知道 但至少 我可以开始说 独伦紧绷的肌肉 松弛下来 变得软弱无力 又毫无生气 呗 你要说什么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要说说那些 围随着我们的灾难 都 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 你不记得了吗 为什么 敌人总是跟在我们的脚后跟 却从来没有真正地抓到过我们 我们到过基地 不久 基地就沦陷了 当时独立行商 仍在奋战 但我们 及时逃到了赫文 当其他的行商世界 仍在顽抗时 赫文 却率先瓦解了 而我们 又一次地及时逃脱 我们去了新川坨 如今 新川坨 无疑野头靠了锣 独伦仔细地听完 摇了摇头 我不明白 你的意思 都 这种境遇 不可能出现在真实的生活中 你我 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年之间 太空啊 不停地卷入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漩涡 除非我们 在带着那个漩涡 打转 除非我们随身带着那个火源 现在你明白了吗 独伦 紧抿着嘴唇 目光 凝住在一团血肉模糊的尸块上 几分钟前 那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感到无比的恐怖与恶心 让我们出去 被 让我们到外面去 外面 是阴天 阵阵微风 轻轻吹过 吹乱了备胎的头发 马俱波 捏手捏脚地跟在他们的后面 在勉强听得到他们谈话的距离 他心神不宁地来回走动 独伦 以紧绷的声音说 你 你杀了艾布林米斯 是因为 你相信 他就是那个火源吗 他以为从他的眼中得到了答案 又低声说 他 他就是罗 他虽然这么说 却不相信 不能相信自己这句话的含义 北泰 突然尖声大笑 可怜的艾布林 是罗 银河呀 不对 假使 他是罗 我不可能杀得了他 他会及时察觉 伴随着动作的情感的变化 将他转化成敬爱 忠诚 崇拜 恐惧 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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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杀死艾布林 正因为他 并不是罗 我杀死他 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第二基地的位置 在十两秒钟 他就会把这个秘密 告诉罗 就会把这个秘密 告诉罗 告诉罗 独伦 傻愣愣地重复着这句话 他忽然 发出一声尖叫 露出恐惧的表情 转身向小丑望去 假如马俱波听到他们说些什么 一定会吓得缩成一团 人事不醒 不会是 马俱波吧 独伦 低声问道 挺好 你还记不记得 在新穿驼发生的事 都 你自己想想看 他仍旧摇了摇头 难难地反驳他 被太不耐烦地继续说 在新穿驼 有一个人 在我们面前暴毙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碰到他 我说的对不对 马俱波 只是演奏声光琴 而他停下来的时候 那个黄蜀就死了 这还不奇怪吗 一个什么都怕 动不动就吓得发抖的人 竟然有本事 随心所欲的 置人于死地 这难道不诡异吗 可那种 那种音乐 和 和光影的效果 能对情感 产生身后的影响 是的 对情感 产生影响 而且 效果极大 而影响他人的情感 正好是罗的转场 我想 这点还能视为巧合 马俱波 能借着暗示 去人性命 本身却充满了恐惧 多半是 罗 影响了他的心智 这还可以解释得通 可是 都论 杀死黄蜀的那段 声光琴演奏 我自己也接触了一点 只是一点点 却足以使我 又感到那种绝望 他和当初 我在时光琼龙中 在赫文星上 感受到的一模一样 独伦 那种特殊的感受 我是不可能弄错的 独伦的脸色 变得越来越凝重 我 我当初 也感觉到了 不过我忘了 我 我从未想到 那时 我第一次想到这个可能 起初 这是一个模糊的感觉 或者可以称为 直觉 除此之外 我没有进一步的线索 后来 普利吉告诉我们 有关罗的历史 以及他的突变异能 我才顿时恍然大悟 在时光琼龙中 制造绝望感的是罗 在新川陀 制造绝望感的是马俱波 两种情感完全一样 因此 罗 和马俱波 应该是同一个人 杜 这是不是很合理呢 就像几何学的功力 甲等于乙 甲等于饼 那么 乙就等于饼 他已经接近歇斯底里了 但仍然勉励维持着冷静 继续说道 这个发现 令我害怕得要死 假如马俱波就是罗 他就能知道我的情感 然后 矫正这些情感 已符合他自己的需要 我不敢让他察觉 所以 尽量地避开他 还好 他也避着我 他把注意力 全部放在了 埃布林米斯的身上 我早就计划好了 准备在米斯泄露口风之前 杀掉他 我秘密计划着 尽可能地不露任何痕迹 自己都不敢跟自己讨论 假如我有办法杀死罗 但是 我不能冒这个险 他一定会发觉 而我 就会一败土地 他的情感 似乎要被炸干了 独论仍然坚决不同意 他粗声说道 这绝对不可能 看看那个可怜兮兮的家伙 他怎么会渗罗 他甚至没有听到 我们在说什么 可是 当他的视线 循着手指的方向 延伸 马俱波 却已经极敏地 站了起来 眼中 透出阴沉 而锐利的目光 他不再有一丝 古怪的口音 朋友 我听到他说的话了 只不过 我正坐在这里 正在沉思一件事时 聪明 睿智 又神谋远虑的我 为何犯下这种错误 令我失败得那么惨 独论跌跌撞撞地 连退了好几步 似乎害怕小丑会碰到自己 或者沾染上他所呼出的气息 马俱波点了点头 回答了对方那个无言的问题 不错 我 就是罗 他似乎 不再是一个丑怪的畸形人 细长的死肢 又尖又长的鼻子 看来一点都不可笑了 他的恐惧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他的行为举止既坚决 又镇定 他一下子就掌握住了状况 显示他对应付这种场面极有经验 他以宽大的口吻说 你们都坐下来吧 坐下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尽量放轻松 游戏已经结束了 我想 讲个故事 给你们听 这是我的弱点 我希望别人 了解我 他凝望着备胎 褐色眼珠 透出的 仍是那个小丑 马俱波 充满温柔与伤感的眼神 我的童年 实在不堪回首 这一点 我许你们能够了解 我的瘦肉 是先天的 我的鼻子 也是生来如此 所以 我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我的母亲来不及 看我一眼就去世了 而我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 我的生长过程是自生 自灭 心灵 遭受着数不尽的创伤和折磨 一直冲涩着自怜和仇恨 我被视为一个古怪的小孩 大家对我 尽而远之 大多是出于嫌恶 少数则是由于害怕 在我的身边 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怪事 不过 不提这些了 正是由于这些怪事太多 才使得普利纪尚未 在调查我的童年时 了解到我是一个 突变种 这个事实 我知道二十几岁 才真正的发觉 独轮与被太 茫然的听着 每一句话都像一个浪头 两人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几乎没有听进去多声 小丑 罗 在两人面前夺着碎步 他面对着自己 环抱胸前的双手 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 对于自己这种不寻常的能力 我似乎是慢慢体会出来的 简直慢的 不可思议 即使在我完全了解了之后 我还是不敢相信 对我而言 人的心灵 就像刻度盘 旗上的指针所指示的 就是那个人最主要的情感 这个比喻 并不高明 但除此之外 我又要如何解释呢 慢慢地 我发现自己 有办法接触到那些心灵 将指针 拨到我所希望的位置 并让它永远地固定在那里 又过了很久之后 我才了解 别人 都没有这种本事 我体认到自己 具有超人的能力 随之而来的念头 便是要用它 来补偿我悲惨的童年 也许你们能了解这一点 也许你们能试着去了解 身为畸形人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对于这个事实 我自己完全信之肚明 那些刻度的嘲笑和言语 与众不同 非我足类 你们从未尝过 那种滋味 他抬头 望着天空 又摇摇晃晃地 踮起脚尖 面无表情地 沉浸在回忆中 但是 我终于学会了 如何自处 并且决定 要将银河 踩在脚下 好 银河 目前是他们的 我就耐着性子等待 足足 二十二年之久 现在 该轮到我了 该让你们这些人 尝尝那种滋味 不过 银河 占了绝大的优势 我 只有一个 对方 却有 前兆人 他顿了一顿 像备胎 迅速地 瞄了一眼 可是我 也有弱点 我自己 做不了任何事 如果我想 攫取权力 就得假借他人之手 必须透过 中间人 我才能有所成就 一项如此 正如 普利吉所说的 我先利用一个 江阳大道 得到了第一个 小行星据点 再通过一个 实业家 首度占领一颗行星 作为根据地 然后又透过 许许多多的人 包括那位 卡尔根的统领 我攻下了卡尔根 拥有了一支舰队 然后下一个目标 便是基地 这时 你们两位 出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